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在美国大学篮球界最重磅的消息 就是刚刚跳级加入肯塔基的 前2022届全美第一高中生Shedden Sharp 确定有资格参加今年的选秀 他的出生日期为2003年5月30号 也就是说在今年6月前 他刚好年满19岁,够年龄参选 相比之下,2004年1月28号出生的Imani Bez 则要到明年1月才到19岁 只能参加明年的选秀 如果Shedden Sharp有意要在今年参选的话 无疑会将本届新秀的整体质量提升 原本我们就知道 今年有很多好的内线球员 假如外线载有Shedden Ivy Shedden Sharp和太太Washington等人的话 确实听了会让人非常兴奋 不过这件事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肯塔基主帅将凯利·Parrie的计划 Couch Care本来不打算安排Shedden Sharp本赛季出战 因为他觉得Shedden Sharp的身体和技术 并没有达到NCAAD1级别的要求 属于保护他的目的 除非队中伤兵满赢 才会考虑让他下场打球 这位名帅见多识广 这么想也不无道理 身高6尺5寸195公分 臂展超过7尺 拥有47英寸垂直弹跳的Shedden Sharp 在高四赛季横空出世 靠着变态的身体天赋 一举从全美90名开玩 杀到同届第一 但是他的技术和心态 还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磨 就好像一个筋骨吉特内力浑厚 却出出茅庐的小子 去闯荡险恶的江湖一样 但作为球员 选择跳节 无非是想要更早的进入NBA 兑现天赋 早点赚钱 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如果今年参选就能稳定乐透 甚至前十 多等一年 无疑会增加各方面的风险 接下来到底Shedden Sharp 会不会打这个赛季的比赛 然后参加选秀 相信很快 肯塔吉方面 扣执开要方面 会给出回应 我们就拭目以待 相比起肯塔吉 手上拥有两名跳级生的 孟菲斯主帅 潘尼哈德韦更不容易 今天在记者会上还发飙了 球队刚刚输给了 南卫里工会大学 战绩来到了九胜八负 小杜兰特以曼尼贝斯 在表现好了一两场比赛之后 今天又拉垮了 九投三中 三分球二投零中 拿到了六分六篮板 没有助攻 赛后当便是又被媒体问到 孟菲斯接下来要怎么办 为什么球队会这么烂的时候 一直很有风度的潘尼 开始爆出口了 你们知道我手上的阵容不整 不要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了 例如我还能做什么 如果可以像其他教练一样 手上有完整的阵容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我已经非常努力 球员们也非常努力了 但事实上 我们先发有四个大医生 他们只有17 18岁 去打22 23 24岁的对手 已经很难了 所以给我们一些尊重 不要再写那些狗屎文章了 看来培养跳棘生 也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